Hello 大家好 我是Dr.Grace 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位于马来西亚冰城的面包虫培育工厂 走 带大家看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是我们的面包虫 我们每个月就是会产出的那个面包虫大概就是13吨 所以我们采用的那个培育方式是用垂直式的培育方式 所以你看到就是我们在尽量利用所有的空间去做一个培育虫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会maximize那个虫的生产量 现在我们在这边的都是已经是幼虫 我们会把它养到就是大概到8周到10周 然后再决定说我们要把它来做一个接下来的处理 或者是继续养殖它 那我们现在去看它的那个成虫的阶段 可能你不会太看到 因为它基本上它是小到就是肉眼也看不到 有那个小虫已经孵化出来了 幼虫 通常在幼虫阶段我们就会把它拿来处理成蛋白质 就是做各种的用处 幼虫继续养大之后它会变成蛹 它是处于一个non-feeding stage 然后它会转换成成虫 它可以就是继续把它繁殖 然后它会继续下蛋 那就完成了整个周期 成虫的周期大概是三个月 我们要做昆虫蛋白提取 我们要应用在动物饲料 将来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让人吃 都解决现在就是很多人在说的 跟终目标 这样子 那所以需要你吃虫吗 是啊 是啊 首先就是我们自己饲养的虫呢 我是有吃的 我们是自己哄好过后呢 就是这样子直接吃干虫 所以我们的干虫呢是绝对健康的 我们可能对大众普遍的观念都是比较恶心 就是它可能会动来动去 然后很肮脏之类的 可是它有很高的那个蛋白质 面包虫已经被认定为是可以吃的昆虫 可是当你就是在一个很 systematic的环境里面生产 我觉得那接受度就会相对的提高 什么东西呢 你会吃的 在这些东西呢 有很高的脂肪 但是需要很多辟,资源,水和水 然后育物 所以它是一个很精确的 成分的脂肪 所以它仍然很较与 但是我当时想到 如果我们可以吃到这些东西 所以你不吃到什么不熟悉 它是很接受的 因为你不看到什么你吃 第一次我們有的是白蘿蔔拉麵 這是檸檬味的味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紅色的味道 這是我們的 granola 這是製作的粉末 這是南韓的筍 現在我們的挑戰 现在已经在最主流地 变成一层纳能量 每个人吃纳能量 或是准备纳能量 如果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市场 至少到个纳能量 或是纳能量 我觉得我们可以增加纳能量 创办人 7年前我已经开始去学习这个黑水梦 很特别 它有很好的功能 可以解决那个世界的垃圾的问题 我们的M就是要处理厨余 目前没有一个很环保的处理方式 你埋在图麻厂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Greethouse Gases 因为这样子它就会造成Climate Change 如果是Cricket Mewon Hesum 最厉害是长大的就是Hesum 这个就是那些蛹 它能生500到900克的卵 我们现在看着就是某个BSF生卵 三天到四天里面 那个幼虫就会出来 全部就是它的幼虫 接下来幼虫的时候 我们就再给它吃这些厨余 这个它们已经长了7天 养到它们变大虫了 过后我们再给它吃厨余 给它们再长大 在10天到14天里面 这个是10天到14天 厨余现在我们说就是那些Cantine的 吃剩的那些厨余 在7天里面它们就会变蛹 开始变黑的 再多7天它们就不动了 它们就会开始变Pew Park 再多7天它们就变黑水蒙 BSF 市场基本上没有人知道 关于黑水蒙这一块的知识 所以它们就很Skeptical 说这个是不是苍蝇 是不是很危害大家的健康啊 会携带很多不同的这些疾病之类的 我们也看到现在市场的趋势啊 包括教育的趋势 因为我们在现在华小 就是六年级的课本里面呢 已经开始看到 有黑水蒙的这一堂课 那时候的委屈是蛮多的 所以说我们都很喜欢在 在乙中散步 因为当你流泪的时候没有人知道 去研究啊 其实我们 After Microwave 油蛋 其实是很香啊 一拿出来吃 其实它味道很像 江鱼仔的味道 只要是从 其实对Organic 味道 它们都可以去消掉 另外一个关系就是 烂的东西它的卫生菌 会比较高嘛 如果卫生菌高的话 虫再去吃它 无论是Bactoria Fly也好 没有卧苗 只要是吃的东西不干净 最终它的 虫会变成这些卫生菌的宿主啊 厚杀 如果人们吃了它的话 的确会带来Food Safety 的移术存在啦 只要我们从源头管控得好 其实都安全使用 不多人看到它的价值存在啦 它的接受力没有这样高 基本上 蚊杀发明是个未来取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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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